大家好,我是欣里 我在东京的鸟乌书店逛了好久好久 然后买了不少杂志和书 看到很多大神的作品 日本人还是非常的崇尚他们之前的那些大神 比如《生奈苍久》、《深山大道》、《荒木经纬》 那么我可能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摄影史 所以对他们系统性的学习之后 反而就没有想要买他们的作品的冲动 因为毕竟也是收了一些 但是这位摄影师 80后的摄影师的作品 这位女性的作品 阿莎美她直接的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封面也很震撼 一个胖胖的女孩穿着短袖短裤 就站在这么一个雪地里 那么我就一看翻开 一看就看上影了 然后最终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它不是自拍 它是拍别人找了一个模特 就这位胖胖的女孩子穿着短袖短裤 然后在日本的各种街道 乡间、城市或者是雪山、雪地 一年四季这么的奔跑 很震撼 看完之后会觉得满满的正能量 好像被它鼓舞到了 感受到了它的速度和这种激情吧 那么哇这真的很震撼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statement上是怎么去介绍 他自己是怎么介绍他这套作品的 我稍微快速的把它翻译一下 给大家听 他说当我对某事感兴趣时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 当我不得不停下来时我在做什么 我想在我的思想抓住我之前 我必须拍一张照片 越来越快 我不想拍那些我不确定里面有什么东西的照片 比如故事和想法是重叠的 我很想拍一些英雄的照片 他们可以用照片本身的力量来摧毁一切 这就是我如何开始拍摄这些照片 并制作成一系列的 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叫松刚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日文的发音 他在做什么 我在拍英雄们的照片 但是他在和谁战斗呢 我一直在拍照 却不知道那些答案 我不停的跑啊 所以答案抓不住我 我很感动看到那些照片在松刚 他比我的思想出现的更快 变成了图画 这个虚构的英雄形象 可能是关于我和其他人的 我觉得 首先 看了他的声音们之后 我才回过来发现 我真的觉得这女孩子就像 被他真的塑造成了一个英雄 整个很多构图啊 状态以及他 那他有失败的 那他有一种 完全不放弃的这种状态 这种刚蒙 刚毅的这样的坚毅的 这种表情 尤其像这张 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种英雄主义 英雄气概在里面 但是他很有意思的是 这照片非常玩味的意思在于 他一直在说 那这些英雄的敌人在哪里呢 他究竟是 为什么而战呢 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这些都是问号 那随着这些问号越来越多呢 他也越跑越快 跑了很多很多地方 他没有在意 去追求最终的结果 而且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这套作品 就很像 尼采的哲学 那尼采的哲学 他觉得人生的意义呢 虽然最终是没有意义 因为书文华说过 人生的意义呢 是没有意义 因为 要不你就是在这个 欲望的折磨当中 要不就你当你完成了这个欲望之后呢 你就会在空虚当中 那么最终呢 人生就会在空虚以及 欲望的折磨当中 来回的摆动 那么尼采就提出来 一个反面的一个意见吧 也不说反面嘛 就是说他说 人生的结果 或许是没有意义 但是追寻的这个 追寻这个意义的这个过程 特别有意义 这就像这个作者的这套作品 之所以感动我的地方 就是他拍这些照片 似乎没有意义 但在拍的时候 这种奔跑 这种速度 这种美丽的风景 然后整个过程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 那么作为创作者呢 我自己其实是被他激励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新的项目 拍新的作品的时候 会迷茫 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或者最终有没有意义之类 会陷入困惑 这个时候是非常焦虑的 那么他的作品呢 帮我消除了很多创作的一种焦虑 就去做吧 反正先把这个热情宣泄出去 你在探索的整个过程当中 慢慢就会知道 或者是你追寻到了最终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能够打动我的地方 然后接下去 你当然如果你不是创作者 你从一个普通的人的角度来看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去过东京就知道 东京是一个非常紧紧有条 然后大家都很精致 尤其是女性 都很精致的一个社会 这样一个粗犷的奔放的 有力量的女孩子 显然是有一些格格不入的 然后是与众不同的 那这一份特殊性吧 让她变得特别有魅力 这是我也是我被这套作品所打动的 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说 哇这女生一直在好像在减肥广告啊 让你很励志啊 虽然从头到尾好像她没有说下来 但是她一直在奔跑 一直在奔跑 速度非常快 所以整套作品我觉得 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去思考 去感受到她的力量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些照好的作品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余韵吧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她的网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画册里的照片 大家可以因为现在拍起来不是非常清晰 你可以去看一下她网站 这个阿沙美 最后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好啊我的线上读书会呃 在10月16号就要开始了 嗯第一波呃是三加一三节呃 三节分享会呃是 一共包括八个摄影师的作品 然后呃每一期是两个小时 一共加起来六个小时 那么最后一期呢 在11月6号呢 我会从今天开始计算 收集到的投稿者的作品 就是报告课程的呃 朋友的作品呢 我会从当中挑选四五个 比较有有呃 典型吧 因为很多 我说到很多投稿者作品 其实很多类型很像 那我就会找一些呃 呃 比较不同的种类的作品拿出来呃 跟大家分评评一下 不说评片 就分析分析一下他们的 我认为呃 应该怎么样再去拓展这个 这些呃项目 然后会找到一些能够 启发他们的摄影师 那么其他人呃 呃别觉得跟你们没关系啊 觉得一定要自己的片被 呃选到才有用 其实不是的 你也可以通过我在评论 别人的作品的时候 只找到灵感 好 所以是一个三加一的课程 一共是六小时 加上两个半小时 一共是八个呃半小时的课程 那么费用的话是每个人三百元 呃在cctalk这个平台上 有些人可能时间赶不及看直播 也能看录播 非常方便 呃到时候会在动态里发布呃 我的 其实你收心里就可以 在cctalk收心里 就收到我的这个课程的信息 你也可以报名 呃 我之所以决定做现场课程 是因为呃 其实买杂志啊各方面都要呃 这个钱其实可以完全可以忽略不去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精读一些摄影师 就是要达到能够跟大家讲清楚 他们有去在哪里 其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的呃 以及我呃 受网路上的这些资料的搜集 那么呃 呃等于是我要牺牲掉很多其他的呃 全职工作 所以呃当然一定要转呃找到一种变现的方式 不然的话呃 免费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所以呃一定要找到一个 对大家来说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对我来说有很好的一个呃 动力去做的一件事 因为其实觉得呃 虽然我现在的粉丝数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一定的呃固定的观众 呃我相信嗯读图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呃有一定的读图量之后呢 你才会做出呃有趣的作品 不然的话其实你觉得很厉害 实际上早就被人家做烂了 这个题材 所以我认为看有趣的摄影师 得奖的摄影师作品 以及做过展的摄影师的作品 是非常非常呃很很洁净的一种 一种呃提升灵感的方式吧 增加灵感的方式 所以啊我希望能够呃跟大家共同说 我一方面我也需要生活 然后同时呢我也呃有效率 有质量的把这些呃杂志上的东西呃 呃分享给大家 那这样呃呃才能呃不停的吃之以恒的 做更好的呃更优秀的作品 那b站我还是会定期更新一些免费的内容呃 呃只是说频率会慢慢下降 呃当然一定会一直保持更新的 因为毕竟呃呃我也不希望 呃你只能付钱才能听到内容 当然我也不希望这样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共赢呃呃 呃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能够呃呃 呃关注我的课程 呃关注我的课程 然后一起呃来提升对于摄影的人 感谢观看